好 我們來看到睽違11年天王劉德華在昨天首場開場了 那他接下來是兩天要唱三場 最主要就是因為有一場是因為遇到了颱風炸 所以延期最後變成劉德華要兩天唱三場 可以說是完全拼了 而且在昨天的時候他唱到一半他的麥克風還掉地 當場趴地撿起相當的驚險 另外曾經險些釀出意外的就是他登上4公尺的高台 結果一個機動差一點直接滑下去了 昨天他也驚險地重現玩命滑跪 那可以看到劉德華其實在藝人當中人氣也是相當的高 因為有看到包含了周杰倫還有5月天都有贈送花籃 預祝他這個演唱會成功 那麼玉芳他也說25年前有個跟對方合作的機會 而且當時因為行李箱問題卡在美國海關 那當時就是劉德華幫他解圍 他說難怪會有這麼多的劉太太 而且劉德華的粉絲真的是不分年齡層 因為我們要來看到這一位 他是小小粉絲 他是用娃娃音唱冰語 好可愛 也有4歲的小粉絲 妹妹你幾歲 4歲 你喜歡誰 Elsa 你這個是誰 我知道嗎 你這個燈牌是誰的燈牌 我才被狗 你喜歡聽他的歌嗎 喜歡 你最喜歡聽什麼歌 你會唱嗎 會 腦臘的別人在眼前 胡亂地拍 曬雙的眼淚 跟海的渾色女孩 眼圈那是哉 胡亂你的拍 你的女生不寧在身邊太壞 你就像一個筷子想把我吐奶 等那新卡的被子 再狠狠地摘 小鳥著的猜 老腳那裡結售最好得 你歪 你好厲害 好好聽耶 妹妹你在家都在聽她的歌嗎 對 車上也在聽 今天車上也在聽了 今天是你說想來看演唱會嗎 是 那瓦宅叔叔會看到 你有什麼話想對瓦宅叔叔說的 你說什麼 你想跟他說什麼 貝公我是帥 我要什麼話放嗎 什麼 我要放放 貝公我是帥 你不要放放 貝公我是帥就好了 好可愛 那你從哪裡來 台灣 台灣是哪裡 台灣的台北 好喔 那你叫什麼名字 余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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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你 你真的是最可愛的小短片 這個是你自己做的嗎 不是 是包裹送來的 哈哈 所以粉絲都很期待要去聽這個劉德華 他的演唱會 但是我們來看到民進黨列王定宇 他竟然說劉德華是媚共藝人 還說他的演唱會不值得一看 這個讓粉絲聽了完全無法接受 說這個完全是在污蔑誹謗 結果王定宇的媚共說 連陸委會也打臉 陸委會主委邱垂正表態 他說劉德華並沒有說過任何傷害台灣的言論 所以隨後王定宇他就改口了 他說尊重劉德華他們國家的事情 劉德華演唱會週四強碰康瑞颱風 北市府強力介入庭辦 讓華粉們炸鍋 立委王定宇也來蹭貼標劉德華是媚共藝人 不用蹭吧 公共安全議題就是公共安全議題 所以先把政治認同放下 最先扯政治認同的不就是王定宇嗎 看看他最初的天文說 一位媚共藝人的演唱會 遠遠不如人民的基本安全重要 他的房東北市議員顏若芳也批說 入場前三小時才宣布停辦 雖然利益良善 但造成民眾極大困擾 反而被臉書粉砖大酸 市府只有監獄權沒有決定權 你們要快 你怎麼不勸勸房客定宇 在立法院修法呢 是民進黨女議員給你的自信嗎 讓你覺得你的高度很高 劉德華在這裡有沒有 他不是說劉德華不值得一看 你王定宇很值得一看 這到底是哪些人在看你 他為什麼會有這個自信 你知道這個自信還是一個謎 講人家媚共 奇怪人家香港人 他做什麼干你什麼事 王定宇捅了馬蜂窩 連陸委會也不敢上車 劉德華先生清查 並沒有傷害台灣的言論 所以我們還是依照激進的程序 同意 覺得太慢會讓有些人在路上 有些人已經到現場了 讓粉絲曝顯這個不太好 至於劉德華他要媚共不媚共 那他們國家的事情我們尊重 王定宇改口歸縮 網友大酸 趙天玲親中舔貢 中國棚怎麼沒見你出來講話 你這個色色的房客 他媚共我沒問題啊 又不是台灣人 綠貢聽到沒 有買票的還敢進場嗎 王定宇一番話也惹怒劉太太們 有立委說劉德華是媚共藝人 絕對不認同 他哪裡是媚共 不認同 毀滅毀霸 他氣到都語無人次了 王定宇收理錯人 劉太太們要正告王定宇 別什麼都搞 意識形態 劉德華是媚共藝人 所以針對王定宇 這樣子的媚共藝人說好 對此有年輕人就隔空酸王定宇了 說他總是喜歡抹紅別人 民進黨立委王定宇質疑 劉德華是媚共藝人 甚至掀起是否應該要管制 媚共藝人來台演出的討論 我覺得真的很誇張 為什麼說人家是媚共藝人 太小題大做了 我覺得黨派應該要好好的 專心為人民服務 搞這些有的沒有的爭議 這些論點我覺得太荒謬 誰相信王定宇呢 也許是有的人要炒作吧 就是要有點話題 有藝人有政治的話題吧 我覺得牽托太多了 應該其實沒什麼關係 應該不用去扯到那麼多有的名 他也蠻無辜的吧 他只是來開個演唱會 然後就被這樣講 可是他又不媚共 這不是很奇怪嗎 他又不媚共 對啊 你說像什麼歐陽XX 或者是什麼的那種 就是十一的時候什麼之類的 你說那些媚共就算了 我就想說那這個還蠻正常的 也沒有特別針對台灣發表什麼不利的言論 那這跟媚共有什麼關係 我還是覺得很奇怪 王定宇罵他 應該的 為什麼 就那一票的人 不是都很喜歡幫人家抹紅嗎 就是非我族類者必殺之 不是嗎 人性就是這樣 對啊 只要是我看不慣的都該死 就是可能因為選情的關係 選情 為什麼 就是才有那個爭議性的話題 對 可是他不是台灣人啊 他不是 對啊 他不是台灣人 所以我沒辦法沒有立場說 就是他媚共 如果今天他是一個台灣藝人 我覺得媚共可能還可以 稍微也講說 喔 因為你是台灣人 所以不可以背叛中國 但他不是啊 他是香港人不是嗎 所以沒差嗎 因為這個算是一個藝術 那我覺得藝術本來就是不分政黨色彩的 那你為了這個去管制的話 那我覺得反而會引起民眾更大的反彈 因為台灣就是很喜歡打飛籃機率啊 然後現在又多一個政黨出來 那我覺得現在的狀況就是變得很像是 台灣人現在彼此間太對立了 太對立 嗯 一樣是製造對立啊 你要去做那個意識形態的話 那這樣大家就會覺得說 喔 他是這個 他是媚共藝人 那大家應該抵制他 可是就跟我前面講一樣 我覺得本來藝術就是不會分政黨的色彩啊 他確實是啊 他是啊 他不是嗎 你說媚共藝人嗎 嗯 算是吧 為了錢 也就是為了錢嘛 我覺得 我們香港倒是 還是沒有什麼這樣的情況 會 會不喜歡 但是會是遇到抵制這樣 他是比較親共是沒有錯 因為打香港嘛 香港哪一個人不親 哪一個不親共 對不起 你要說他媚共那他是有什麼樣的作為 或是有什麼樣的一個斷定標準啊 對啊 那在這件事情發生之前 大家不覺得他媚共嗎 他不覺得他媚共嗎 所以才統一他來 才認為說他來台灣 演唱會是OK的 不是嗎 是因為發生這件事情 才到只有這樣的狀況 我就覺得很沒有道理 有民眾反酸王定宇 他就是喜歡抹紅別人 好所以有網友就提到說了 人家就是中國人啊 那媚共到底有哪裡不對的嗎 好了一看到作家漂亮島嶼也說了 如果綠委啊這樣子呼籲 那就應該要有破例嘛 就是要嚴禁錄心入台 而且影視作品是不許在台灣播出的 民眾呢也不可以去購買觀看 查獲及法辦 以免受到媚共毒素的影響 好國民黨列委馬文君也說了 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啊 其實南投呢當時是很慘的嘛 劉德華就動用了自己的人脈跟號召力 火速捐了一萬個稅袋 後來的八八風災 劉德華同樣是出錢出力 數十年來更加匯了無數弱勢 那民進黨有人批評他媚共 馬文君說他實在是不屑評論 台灣的百姓自有公平 另外國民黨的列委葉元之他也說啊 王定宇他是因為有意要參選市長 但是他的社會形象很差 中間的選民也不喜歡他 所以他的策略呢 就是要鞏固深綠的選民 要比別人更會抹紅意識形態 也要比別人是更加的強烈 那前理委郭正亮他說了 王定宇根本就是連實際狀況都不了解 或許是因為太久不紅了 需要蹭一下熱度 不然他都沒有新聞了 但是這件事情反而是傷到了王定宇自己 因為他做了這件事 台南市長之戰恐怕就結束了 就沒有他的戲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來聽一下亮哥的分析 馬文君有貼個臉書你知道吧 我跟你講啊 馬文君絕對不是劉夫人那一行的 馬文君是真的感謝人家 他們籃頭921的時候 劉德華去香港到各個地方去募帳篷啊 募了一萬個送給籃頭 他這種事蹟實在太多了 我跟你講 我跟你講 事實上我們臺灣有一些藝人 或香港有一些藝人 長期對臺灣是有恩的啦 那個不是只有粉絲啊 是他長期建立一些形象啊 你要打他啊 你會受傷啊 有一些藝人啊 你可能一敲 那大家都跟進 你劉德華看有誰會跟進 你那個王定語在那邊發神經之後 就只有兩個人跟進啊 錦書可以跟進啊 對啊 然後那個啊 吳新代啊 臺灣激進啊 然後許書啊 講得很曖昧啊 說鼓勵大家去KTV唱歌啊 他就不敢講 你知道吧 我認為有一些藝人 他已經有相當的高度啦 那有強大的粉絲啊 那也有一些很多累積很多正面的形象 你就傷自己啦 所以你看那個立刻反彈回來嘛 我覺得他是誤信了很多證據啦 事實上都是錯的 比如說以為人家是中共黨員 這個已經傳很久了 根本就沒這件事 然後他中國引邪的副主席呢是過去嘛 然後還有政協 就是你 而且他不是中華民國國民耶 他是中國香港公民耶 那一個 一個中國香港的公民支持 中國大陸的政府 這有什麼什麼問題啊 所以重點不是媚共嘛 他根本就搞錯重點 人家支持自己的政府有問題嗎 所以重點是他有沒有傷害臺灣 所以秋水證就把他拉到 他沒有傷害臺灣 你中國大陸一個公民支持自己的政府 這乾你屁事啊 他根本連那個實際的狀況都不了解嘛 不然我認為就是 因為他大概太久不紅了啦 需要蹭一下啦 不然那個臺南市也沒有人在報導他 然後最近那個 許智傑啊 葉元芝啊 在那邊比武嘛對不對 好像他都沒有新聞了這樣 蹭流的話比較快 是啦 可是這個叫做傷到自己了 其實他做了這件事 臺南市長就結束了啦 對 就沒有他的細了啦 因為你這個誤判的太嚴重啦 對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系列 他添加五種EGF 專門防止肌膚老化 強化皮膚修復 增加肌膚彈性水嫩 輕鬆複平重蚊 換回青春自信 KS Royal Faith 皇家顏值逆時奇蹟 虎夫露全修精華 精華聲 即刻啟動動靈密碼